中臺灣老店早餐店越老 吃越多 他是涼的肉圓 他這裡是三隻隻 那應該你們兩個 就可以包辦他今天的營業了 我個人應該會討厭你們 這個貴來西螺是一定要吃的 這兩個妹妹說 一人可以吃酒盤 應該不可能吧 不可能沒有成功的話 對 想辦法 很麻煩 歡迎收看aa 我們現在是在鹿岡的 第一宮友零售市場 在這邊其實大家會來這邊 買菜吃早餐 但是 店都還沒開 是 因為呢 我們很早來 好早 因為不早一點來不行 因為很多店大概都是 比如說11點就關了 很多人是賣早餐 所以我們必須早一點來 早先 早上你們的胃有開了嗎 早中開了是不是 24小時的 沒有關過就對了 好的 那我們趕快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徐孟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孟哲 對 今天我們要一起吃早餐 你們想早餐是一個 會吃很多的人嗎 從當個藝人之後 早餐就吃比較少一點了 真的喔 對 因為你小時候有一點肉肉的 我小時候不是有一點肉 是非常肉 我曾經最胖到 因為我想說初次見話 你講最重喔 不是 我曾經最胖胖到120公斤 那你食量應該很大 原本 我原本食量很大 就是在我的 在我以前呢 我的世界沒有飽這個字 就是我想 他們一樣 對 就是我想吃 我還是會把我喜歡吃的那個東西吃完 我覺得你今天先把這個包袱放下 我希望看到以前的你 盡量啦 盡量 真的 我們這個節目 從不逼迫來賓吃東西 不逼迫是不是 對 我們只會在外面叫囂而已 我最近還想說開始要減肥 但沒關係 我 你那麼是要減什麼啊 我明天再減 明天再減 那當然 那我們來看看 今天我們要玩什麼呢 中台灣老店早餐 店越老 吃越多 完蛋了 因為你只要 好多店 那一個 五都 它因為以前這邊很紅 因為在港口 通常又進一些東西 所以 他們這個老店沒有在開玩笑 有些真的很老耶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 對照店裡十年以下吃一份 然後十年以上兩份 然後依此類推 然後如果是百年以上就是 十一份 來鹿港這邊 我覺得四十之前根本都不用想 不會遇到 不會 而且我們今天不只是彰化這一代 我們還會去雲林 雲林也很多老店 好 好 GO 那我們走囉 沒在怕的 走 吃東西 早餐 在這邊有一個東西 來到這邊一定要吃 因為這種吃法只有在這裡 只有這裡才有 只有 才有 而且全台灣只有這一家店 才有這種吃法 是不是要吃到什麼呢 就是 浴丸 我們第一次來到市場這邊的 這個浴丸 所以它多老 你們就吃多少 因為其實我們後面有一個機制 就是如果你們真的覺得 我沒辦法了 我就會拿出這個 神秘的籤筒 D 對 然後你只要抽中那一個 然後完成那一項任務的話 我們就讓你們兩個合力完成 那一個年份的數量 因為現在是藝人 藝人這個料金 對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浴丸 到底是多少年 六十 所以一個人要吃 七分 七分 好不好 可以 可以 好 那我們請享用 是 七分 對 那接下來怎麼辦 孟澤 如果你吃完 覺得還想可以再一個 我們也可以隨時加 OK 好 沒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個還滿特別 其實我第一次看到 胖腐吃完第一顆了 現在時間是54秒 好 請繼續 妳還敢收工是不是 沒有 等一下 我看它很扯 對 它第一個肉圓 它是切一半就插起來 直接吃下去 它這個也吃完第一個了 好 妳可以繼續了 不是 我被嚇到 我剛剛講到哪裡 你剛剛說這個 就是跟平常的布一樣 對 因為其實我不大常吃 芋頭類的東西 對 然後之前吃頂多就是吃 什麼藝龜嬌這樣子 但我從來沒有看過芋頭這樣 用一塊一塊 然後做成一個丸子 對 然後你吃湯 我吃是乾的 胖腐是第二顆 現在時間是1分36秒 妳好扯喔 妳有覺得這個節目很忙嗎 不是 我覺得 我一來之後我發現妳們大家節奏好快 我只能聊個天 妳們已經刻完兩顆了 兩位 妳們現在都進行到第三第四顆了 味道怎麼樣 這個甜蜜鬆軟的芋頭之外 搭配到內餡豬肉的筍冰 還有鹹甜醬汁 果然是髒化在地人的獨特小吃 對 妳昨天晚上說是沒有醉 妳豬口成章 對 妳好優秀喔 那阿妹...妳呢 芋頭它可以進行的是 好像外面有成小小的蘑菇 把它包成一樣 然後感覺很特別 而且不像芋頭裡面一咬 它整個感覺是皮髒髒的 把它配上它的雞肉餡 它雞肉餡裡面有醃漬過 還有味道 可是它也是真的很像是 另外一種另類的肉圓 對 而且它醬汁其實滿滑溳的 醬汁是靈魂 好 泡芋現在第四個已經吃完了 進行到第五個 已經是最後一個甘德囉 現在時間是3分39秒 我剛從開場然後到現在 我一直... 我一直覺得泡芋到拿得起東西 開始吃之後它才醒來 對 它整個人才活過來你知道 就剛剛都這樣溫溫喝喝的 我剛剛一開始坐在旁邊 然後它就很安靜坐在旁邊 然後眼睛都一直看前面 等到開始吃東西之後 覺得這個人有生命的 而且我常常跟來賓聊天聊一聊 他們就不小心吃完了 所以我要隨時監視他們 你快吃完了對不對 快吃完了 你要...你要乾肉圓嗎 好啊 我來一顆 好 老闆我要加一顆肉圓 謝謝 時間現在是6分23秒 好的 阿咪也要進入湯玉碗的部分了 那你們一早吃這個算 你比較偏重口味的也OK 可以 好像沒有... 就是對大胃王來講 沒有什麼說什麼 早上要吃清淡一點 你不可以嗎 其實我有曾經 早上6點上課前 吃麻辣火鍋過 哪裡有開啊 不是 那個時候有流行賣那個湯底 可以自己回家煮 然後吃麻辣火鍋吃完再出門 那我現在有落賽嗎 沒有 沒有... 沒有落賽... 好的 泡芙吃完熱 時間的7分44秒 好厲害喔 刷新了我對你的觀感 真的很強 真的好厲害 老闆請問你們拍到幾點 拍完就瘋 大塊瘋就拿到... 好的 謝謝... 還騙我們找電台 真的 對 要不然依你們的食量 我怕沒辦法公益你們 吃那麼多 直接關門 快點 還沒預完 剩下一點點 然後還有湯 對 你們是連湯都喝完耶 對 好強喔 好了 時間10分03秒 吃完... 吃完第一天 早上還沒開場啦 好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滿足指數 然後就看你有多飽啦 然後我的話一滴滴啦 但我早上吃不在下東西 大概3分了 我覺得可能... 可能也有個3 好 得 沒有 但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就像剛剛講的 剛睡醒 所以胃還沒開 但軟一點如果開的話 有可能會下降 可以的 對 阿妹 那你呢 大概2 吃那麼多才2 好 泡芙 大概 用動 好 泡芙 所以剛剛是彷彿吃了一些 棉花糖進步子而已 你還要胃暖啦 你還滿舒服的 好的 我覺得還要繼續吃喔 那我們吃下一家 謝謝 店越老吃越多挑戰 第一站就是60年的老店 大胃王一共吃了14份浴丸 重量累計3.4公斤 接下來我要帶你們去吃一個 在地彰化人的早餐 因為彰化人早上除了焢肉飯之外 他們很喜歡吃素食 素食喔 什麼不開心嗎 三位 不是 是哪一種素 是麥當勞那種素食還是 不是 是吃菜 吃菜 吃素的 吃素的 好 什麼不開心嗎 可以可以可以 吃了就開心了 來 來 好 素餐裡面有聞到那個 淡淡那個湯的香氣嗎 有 有喔 這一家素食 你們覺得它開多久了 這間超過50嗎 我不知道 我猜 但是你看一下它的瓷磚 很新的喔 我現在就是在研究它的裝潢 對 從裝潢期看 你可以看得出來它的年份 但是很有可能是老烏拉皮 翻修的 但它這個也不像才剛翻修 那這個翻修應該也很早之前 就翻修過了 對 我猜啦 這一家應該 30 孟哲你猜 我猜喔 大概40左右 所以你們有要用那個籤筒裡面 還是不用 就是 我覺得第二道菜就用這個有點太 有點太早了吧 太瞧不起你們了 應該先不用 確定 確定 真的 你們猜這個大概幾個 我大概 我猜50 猜猜 這樣 真的 妳是錯的數字而已 比人家玩順子是不是 所以你們不用喔 確定 不用 好 我要看這個 55年 55年的話 我們要吃六份 一人六碗 好 我們計時開始 開始 開始 不說你們不知道 其實這個是彰化人的早餐 他們說這一個 其實就很有飽足感 所以我真的為你們感到擔心 等一下如果下面的吃不完 怎麼辦 對啊 平常彰化人 他們早上就這樣吃一份 你們要吃六份 對 它裡面料滿多的耶 對不對 都是塑料 然後還有筍子 它好大塊 好大塊 而且很多 而且上面這個 這個一包的這個豆包 你把它弄開會有那個 好好吃喔 就是那個脆脆的聲音 好吃嗎 好吃喔 好吃喔 泡芙之王 我一口快沒吃 53秒 泡芙 你這快樂一個 我真的 只要不睡覺 整個人戰鬥力就很強 因為我們有一次拍宵夜 它一整個光滑很香 真的喔 好厲害 哇塞 厲害 好可怕 這個 餡料滿滿的口感 豐富的 內餡的筍乾 淋過滷汁之後 吸附了微甜的滷汁 然後又吃了它筍乾本身的 清甜醬 真的 因為它這個筍乾很脆 一口全部塞下去 好有滿足感 要不要再一個 先不用 真的 先不用 不過這邊就沒有這個囉 妳不要這樣手用我喔 要不要再一個呢 我很容易做答應的喔 妳再猶豫一下 我一分鐘後再問妳 你們覺得一般 如果算這樣在台北 也會賣或是高雄會賣多少錢 高雄可能要花到三十五 因為它裡面 是一個有料的 一個沒料的 然後裡面現在要那麼多 水質又很大的塊 應該也許 那高雄賣到三十五 我覺得台北應該要五十 四五十一定有 四五十要 對 一定有 二十 二十塊就有了 二十塊 超便宜 那是不是標錯了 沒有 二十塊耶 它二十的品項那麼多 如果你只買那個 豆包乾的那個十五塊 超便宜 好便宜喔 超便宜喔 所以要不要再來一個 來一個 確定 確定 你要乾的還是要湯的 我乾的 乾的 吃乾乾的 你很棒 我們剛吃的這個是濕的對不對 是湯的嗎 湯的 豆包湯 它是豬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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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我們又把 可以把豬汁做的這個表面 真的 我也沒有想到這麼飽的 其實它可以吃那麼快 因為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之前吃的那種類似像 譬如說豆包或炸春捲 這一類的 他們料都切得很小 它料沒有再客氣的 它雖然很薄 可是 但是它捲起來很多層 所以你還是會可以吃到說 第一層是脆的 好像千層酥那樣 對 裡面就會 豆皮會有一點的彈性這樣子 它就啵啵啵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它很強是冷了 還不會膩 不會熱出油 很強 好多完食了 時間是6分33秒 好強喔 好強耶 因為剛剛在開錄之前 我就看它 比方說我又是這樣放著 然後一直盯著 它前面的GoPro 又好深 又在一個 我又會想說 你在想什麼事情 沒有靈魂 對 沒有靈魂 然後等到開始吃之後 就整個人又活過來了 這樣真的有飽足感 我這樣吃兩顆 滿飽的 真的有飽足感 而且這個飽足感不會膩 對 這一家更快耶 對啊 他們平常都吃那麼快 我覺得今天是很快 滿快的 也都是很 我覺得小東西 他們的速度都滿快的 因為泡芙就是有一直在 增強自己的那個 吃完了 吃完了 11分18秒 好 挑戰成功 好 來看一下大家的滿足值 我的襪子是 真的滿薄的 真的滿薄的 莫子 我 我其實大概4或4.5 但好像沒有中間對不對 沒有 那我先試好了 試好了 阿妹 我再加個1 9和3 泡芙妳該不會用不動吧 妳不要跟我說妳不動喔 好像感覺到 妳可以看 沒有嗎 感覺妳這個2有點勉強 如果你1 我們也是沒關係 對 我們剛剛1、2好 2 1、2、5、2 開胃了 好的 我們繼續去吃好不好 加油 店越勞吃越多挑戰第二站 在55年的速食老店 大胃王一共吃下12份豆包 累計重量來到6.7公斤 今天太陽有一點出來 覺得有點熱熱的嗎 對 我帶你們去吃一個涼爽的 肉圓有吃過熱的 大家有吃過冷的嗎 涼掉的 肉圓 不是涼掉 就是涼的 就是涼的 對 那還沒煮過吧 沒有 熟的 來 真的 沒有開玩笑 開玩笑 髒話不只有炸的肉圓 還有這個涼圓 也是一定要吃 那兩位 你們猜 這家店大概幾年了 因為你們要看 你們要不要一起分享 還是要一人吃一份 這家店 是不是 因為這邊至少都無情表情 等一下涼圓那小小一顆 就算 不是夜市的那一種 不是那種涼圓嗎 夜市都小涼圓 而且那是甜的 對啊 它是涼的肉圓 涼的肉圓 裡面有吃肉跟香菇那些 是鹹的 你知道人家店還沒開 就會硬要來吃啊 那還沒丟下去炸 你就只要拿來吃吧 不是 是真的 真的 你們都沒吃過嗎 沒吃過啊 沒有耶 這來彰化一定要吃耶 真的沒吃過耶 要 炸肉圓啊 沒有 這個也很厲害 大家來這邊也會吃 重點是你們猜7耶 那我6 你6 你猜 我猜60 60 60嗎 所以不用這個簽 謝謝 不用 確定 好喔 這麼囂張 我撕了 好強喔 60是一個要吃7份 7份 可以喔 我們自己猜囉 好 好 那我們一人7個禁食開始 好 吃飯 這個是不是彰化也只有這邊才有啊 應該可以算是 因為我在別的地方完全沒看過 因為我是霸王大王 霸王狂人 對 霸王狂人 如果是涼的應該只有他們家 對啊 很生氣 因為我在想它到底是鹹還甜的 但我聞是鹹的 怕不算第一個了 這邊是26秒 妳幫我講一下口感 我幫我小姐姐 這個皮筋硬硬 對 口感太長 這一餡的香菇做點子 這樣 給了 真的 配上妳這個小美人 真的很好 然後 這個味道是甜的 鹹的 甜甜交錯 甜甜交錯 因為它是冰帶有甜味 這一切又滿甜的 還有醬汁也不像 好 妳有發現我的策略嗎 我跟他聊天 所以你一定是不散 真的 我們再多聊一下 好 現在時間才過了1分04秒 好奇妙的口感喔 對不對 很奇妙的東西 就是妳會覺得 我是在吃一個鹹的東西 但是它是冰的 涼的 對 它是涼的 對 而且鹹的料都有喔 有肉 有香菇 什麼都有 我覺得也有可能是因為這邊 天綠可能也比較熱 常常 所以就吃這個比較輕鬆 但又很想吃辣丸 不想吃炸的 這個涼涼的剛剛好 好奇妙 阿妹怎麼了... 你的開關被你開了 第五個了 現在時間是1分38秒 然後泡芙 現在才悠悠的放下第四個 準備吃第五個 因為平常肉如果吃冷的 你一定會覺得不好吃 對 那是肉冷的 很合理耶 對啊 就會覺得說 它冷的吃起來還是滿順口的 真的 而且好險他們兩個 這家沒有用那個抽籤 他們兩個吃太快了吧 而且泡芙已經追上速度了 這都不能... 泡芙是最後一個 泡芙你... 你剛剛是不是有偷偷倒掉 我剛剛看到他沒有在咬 他就嘴巴張開 然後... 這樣整顆就塞進去了 那個喉嚨借過 對 好強 泡芙 吃完了2分25秒 好扯喔 你們這樣我們節目時間會不夠長耶 你這樣我在旁邊細腳慢腰 都覺得我很像娘炮 真的嗎 絕對很弱 對 明明我們就是正常的速度 就覺得可以吃很快 因為它的皮啊 真的是比炸的還要再... 它雖然很濃 可是你可以用吸的吸進去 然後你的肉真的像 那個熱的霸彎一樣 就很有味道 然後香菇很甜 然後就覺得這樣吃起來 真的沒有問題 而且我發現量的它的皮沒那麼黏 對 對 所以它就像妳說的 它很滑順的這樣 像火腿 對... 而且它的皮是有味道的喔 對啊 對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很像是... 鞭魚布丁跟麻糬之間的 對 然後味道 你們就自己來吃就知道了 反正很奇妙 但是滿好吃的 它沒有我想像中的 這麼吞那麼難掉 對 很好吞 我們今天前面是不是都太容易了 對你們跟它說 對 如果可以 對 我們吃完了 3分30秒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覺得你們依然可以吃幾個 今天就吃這一個的話 好像可以到... 那有20喔 20 這邊就7個耶 7個才3分鐘耶 對啊 好扯喔 真的耶 是30... 哇塞 如果它是... 它是賣完就打烊 那應該你們兩個就可以包辦 它今天的營業了 老闆是不是可以吃的 那你現在喝的應該會討厭你 好 來看大家有多飽 這個 好啦 一格啦 孟哲 我不用動 你不用動 對 阿咪 我動 不動 我跟隨他們 今天又要跟誰動一下 那我也不要動好了 因為這個真的還... 荒唐啦 那我們繼續吃 店越老吃越多 挑戰第三戰 六十年歷史的彰化良緣 大胃王一共吃下十四分 累積重量來到8.1公斤 我們已經從彰化一路吃... 接下來要吃雲林的在地美食 好 雲林西螺出產就是米 所以在這邊呢 米食就是粿 這家粿很好吃 我喜歡吃粿 對 所以我們找一個位置坐下來 把你們的肚子填飽 好 好 好 我們來這邊吃粿 那你們一樣預測一下 它大概是開了幾年 然後看看你們要不要 用這個籤筒 我覺得它裡面的房子 裡面的採是用勾煮耶 超級 我覺得應該有到八十 賣粿賣八十年 剛剛前面兩天 我已經賣了五六十 我也不訝異了 但你們要一起吃 然後抽籤嗎 還是不要 我們現在還滿餓的 現在還滿餓的 妳是 早上是另外一個人是不是 然後現在是妳才來是不是 因為早上我們已經吃那麼多東西 剛剛是收樓台姐姐 現在收樓台姐姐 真的 而且觀眾不知道 我們這是隔天路 沒有耶 都是當天耶 對 好可怕喔 所以不用 現在就先不用 確定 確定 好 那我來看看它總共是幾年了 好好吃耶 滿滿的 九份 所以誰要吃 酒盤 我一語成稱的 好 那我們要上菜囉 好的 我們這個 好荒謬喔 真的好荒唐 對 然後我們兩個只站著這樣 一咪咪咪而已 其他都是他們的 你看這個桌子 像不像人家那個板的 要上菜前 他們在那個後面廚房的桌子 對 不是 是他們兩個今天要吃的 好的 那我們計時開始 是 瓜瓜 瓜瓜 我覺得這個櫃來這邊 西螺是一定要吃的 因為是米的故鄉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九層櫃是不是 對 它有一層一層一層 有九層的 而且它中間那一層的顏色不一樣 老闆 請問一下 中間進層咖啡色的 裡面是有 加我們的西螺醬油 西螺醬油 對 西螺醬油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特色 西螺就是 就是 還有西螺也有 就是有 出名就是我們的西螺米 真的 西螺米 然後加上我們特製的 油蔥 真的 然後蒜蓉醬這樣 你們賣八十 八十年 所以你是第幾代 第二 第三 唉唷 哇 那麼厲害 這兩個妹妹說 一人可以吃酒盤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可能對不對 對 他們表演給你看 好 如果沒有成功的話 我再想辦法 再把他亂講 好 謝謝老闆 謝謝 現在時間要過了一分 三十二秒 他們已經吃完第一盤了 泡芙第二盤也即將吃關關 吃完了 可以幫我講個口感嗎 這個對的質地 柔軟滑脆 然後配上酥脆的油蔥味 吃雞中童年的味道 你不要給你童年有吃這個 我爺爺會買 好...好吧 而且它的味道蠻重的 所以蠻夠味的 我看那個泡芙蒜蓉也是整口塞 蒜蓉很辣 對 而且很吸引 很吸味喔 我一口都還沒吃你們 你只要吃第二盤 第三盤 我覺得它加上它那個醬油膏 它就用他們西洛在地的那個 有名的醬油 來做的 我覺得它就是 它不會到很鹹 但它很香 因為有些醬油就是 它會很鹹 但是就是 死鹹 對 死鹹跟有些辣椒一樣 它就死辣 但是不香 真的 它這個很香 然後加上油蔥 然後再加上那個蒜蓉 讚 而且剛剛看它那個醬油膏 那麼多油會很鹹 對啊 還好耶 不會 泡芙 這個第三碗又即將吃完了 進入第四碗 阿妹現在吃第三碗 現在時間剩三分鐘 我想推薦你們加這個耶 辣椒 因為我覺得中南部啊 他們有很多屬於自己的辣椒醬 但他們都是用米漿做的 然後這邊剛好副產米 所以我覺得可以吃得好 我先看一下似乎一樣東西 不一樣吧 吃應該不一樣的東西吧 有點甜辣椒 脆脆看 脆脆看 看它味道怎麼樣 它跟南部的辣椒醬不太一樣 因為南部的辣椒醬 它比較偏甜一點 但裡面辣椒真的是有 所以辣椒裡面的辣椒 有辣喔 是有點辣酷實在喔 吃吃的 它有點辣有點鹹 對 滿特別的 滿不一樣的辣椒醬 因為我剛剛一直覺得 這個應該比較難入口 因為它可能 那個體積比較大 對 可能需要咬 沒有耶 它好軟 泡補一口 可怕耶 它咬褲醬也太好吃了 咬褲醬很想要搬買回去 拌飯或拌麵 而且我覺得他們很誇張的是 我看他們的飲料其實是有氣的 對 而且我每次都聽別人說 如果你吃甜的 很容易血糖上升 你會覺得飽 對 但他們喝飲料都是喝最甜的 什麼那麼講 身體過度都很特別 好的 兩個人都要進行到下一碗 現在泡芙是第七盤 然後阿妹是第五盤 時間現在是6分42秒 因為它一份真的滿大份的 滿大份的 它一份是會有飽足感的 哪一份你們一份這個貴多少錢 30塊 30塊而已 台北… 在台北早餐要用30塊解決很難 30塊 很難 對 沒辦法 然後有吃起來好像早餐店 就想說多吃一點 然後早餐就吃了1060 你吃了什麼 是有加松露嗎 有點像西式的那種 對 好好吃 所以照他們這樣吃九份 如果以蘿蔔糕來講 就是那一整條 通常譬如說我們要吃一半 你就先切 然後另外要不要放冰箱 它就是整條切完 媽媽我要這一塊 整塊 對 泡芙菜是最後一盤了 時間現在是9分27秒 10分鐘不到耶 所以它一盤大概花1分多鐘 差不多 一點而已 最後一口 最後一口 它很提醒你 10分54秒 好 謝謝你等我耶 謝謝 好香喔 他們女生一人吃了9個 太厲害了 這樣有夠吃嗎 東西很痛 而且我們都覺得 你上面那個油蔥豬好好吃 炸得很好吃耶 那是我們高山貴的靈魂 九層貴的靈魂 它這個辣香很香耶 真的喔 所以辣會有香 大概多辣 中辣 大辣 小辣 它有到中辣 中辣 那個辣是那種 我喜鹹沒有香氣的辣 那天天天都吃飯這樣 這醬我就去找別人喔 因為他很常用那種 臭男生撩飛的一些 是不是跟我講 找別人喔 那你可以撩孟哲嗎 你有什麼可以 你想一下 我覺得所有的門 都應該要你敲 所有的門都應該要我敲 為什麼 你有沒有覺得 一個女生想說 這是臭男生在講什麼 對啊 真的是那種 臭男生在那邊撩妹 而且這種撩也不會成功 真的 爛招飛的 樹皮靈 我點個東西有嗎 妳還...妳還有點什麼 我們都會來 老闆你有刀嗎 我怎麼... 有板凳嗎 我現在... 我大概只有那個辣椒 這樣反過來敲頭 真的還滾下去 好的 阿民最後一口 安 好的 完食 總共是20分 零八秒 厲害 兩個人就是吃的 是不是真的讓我覺得 有點可怕 因為我們光吃一口 對啊 他們可以吃三碗 那個飽的程度 應該有個6、7分了吧 有啊 有吧 對啊 有吧 可是泡芙都不說話 我害怕 我覺得現在應該差不多 要往上一格了 孟哲你 我可以往上一格 阿妹 6 5 那麼快 它的麵很滿紮實的 對... 它其實又沒有很正 泡芙 3 7 3 3 因為由於有別人還沒吃飽 所以我們再繼續吃好不好 好的 好 OK 如果今天的千筒都不用也沒關係 好 那不然繼續餵飽它們 店越老吃越多挑戰第四戰 西螺80年的九層櫃 大胃王一共吃了18份 累積重量達到13.9公斤 第一家這個如果不是你有做功課 或是在地人推薦 你真的不會知道 因為它是在巷子裡面的 轉角的旁邊 而且你常常來會想說 為什麼昨天有 今天沒有 因為它賣光了 這麼快 這麼快 它很容易嗅一下就賣完了 但是我們有跟老闆預留了 所以應該是沒問題 好 這一家你們剛才稍微看了一下 你們覺得它大概是幾年呢 這是不是看不出一個 這很難看出來 對 好 這一家你們剛才稍微看了一下 你們覺得它大概是幾年呢 這是不是看不出一個 這很難看出來 對 可是這推薦應該感覺是 已經有翻新過弄了 所以我覺得有點難猜測 它一定是七次起跳 對 怎麼了 還沒洗 小朋友 起床了 沒有 第一次 要扣拳嗎 好 我覺得這個 你這個天氣我可以抽一下 來 抽一個 來 抽一個 抽一個 好 這個這個好多 兩位大胃王一人一句 歌詞皆龍唱出 烏烏烏的我難過 來 但是不會 該不會沒聽過吧 我看泡芙的這個臉 怎麼好可憐 你一直在聽 所以只有今天在聽 在聽 誰先唱 剪刀石頭布看誰先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好 來 我難過的是放棄你放棄 愛放棄了夢被打碎 忍住悲哀 我以為是成學 老師哥哥哥 你會說你更不愉快 我難過的失望了 你忘了愛盡全力忘記 我們真心相愛 五六神曲 被大胃王唱得哩哩啦啦 還好由原唱孟哲駐鑽 大胃王成功達成任務 得到一次份量減半的獎勵 來我看看 80年 所以我們Coco總共是酒碗 那順便跟你講一個題外話 剛剛我們其他工作人員吃了之後 一直大讚 上面這個蛋白超好吃 蛋白是這個嗎 對 長得像滷肉的那個東西 滷的深色的這個是蛋白 OK 那我們計時開 而且它黃黃 它這個是蛋黃對不對 對 蛋黃 所以它是直接打在裡面 對 它一碗吃到兩種蛋好好吃喔 阿妹已經吃完第一碗了 時間只過了1分02秒 這次有點燙是不是 然後妳變慢了 這個滿燙的 我跟你講 我這碗可能是最燙的 妳要看有多燙嗎 妳看 那麼燙 但是妳講可愛 它裡面也是有滷肉 真的嗎 也是有滷肉 小塊的 然後再加上蛋白 然後再加上第二碗 其實第三碗了 這對他們來講根本不用咬啊 真的 今天都很容易耶 吃流質食物直接用喝的 還是因為早餐 怕大家沒有吃 是不是都吃一些 比較好吞咽的東西 有可能 好吃嗎 要幫我夾一下口感好了 差點忘記了 它一碗麵裡面才是要兩種蛋 一個在裡面吸飽的那個 鹹鹹的那個 滷汁 對 然後又加上米線的鹹味 它就很鮮美 然後那個滷蛋呢 又吃了滷汁的湯之後呢 又是另外一種鹹味 這個很好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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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我們去先玩 而且一開始啊 還沒有撈到那個 有滷汁那一邊的時候 你光吃就是麵線糊的 麵線糊的香 然後加一點點蛋黃 因為蛋黃是打在裡面 然後當你吃到那個鹹味的時候 就覺得哇 完全不同味道了 真的 太棒了 老闆 你是不是很喜歡許孟哲 對 我跟你講 然後老闆看到 孟哲 要看到的就是 他那個騷子耶 對 超級可愛 老闆你會覺得他們工廠嗎 是吃那麼快 那麼快 很厲害喔 對啊 好厲害喔 老闆歡想一點 那個蛋白可以嗎 好 老闆說你要什麼都給你 對 你要什麼都給你 他剛剛 他有什麼都給你 他有什麼都給你 要吃完了 要吃完了 這不是不能聊天嗎 真的 不能聊天 謝謝就過了 謝謝 謝謝 那你節目節目真的不夠長 好的 這個蛋白好好吃喔 總共花了 4分21秒 你們是因為很想睡覺 很想回去睡覺 所以吃特快是不是 那還好喝 真的 而且我們要跟今天所有的 在我們之後的客人說聲對不起 因為剛約過有十幾個客人來 他說還有嗎 我們說沒有了 他們就明明看到那還有一鍋 說真的沒有了 然後老闆就說 全部要給他們 他說就兩個女生耶 對 然後說真的 全部就是要給他們 對 他們不相信 就真的是要給他們 但是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但我們吃得很開心 好的 那我們在這個非常快速 我一口都還沒吃的情況下 我要趕快來看一下 大家滿足值 我等一下再吃 我吃完應該就可以到8了 對 好 孟哲你 我覺得這個可以不用動 好的 這樣 就有什麼微妙微妙 但是一個好了 好 我也不用 我也不用 你今天才在3耶 你連半飽都不到耶 不用勉強 真的沒有 好 等一下我一定要餵鮑魚 對 繼續吃 對啊 店越老吃越多挑戰第五站 八十年的北港麵線壺 大胃王使用了份量減斑 一共完食了九份 累積重量高達16.6公斤 接下來這一家 是我從進入大胃王之後的第一季 我就跟他們說 我很想吃這個 如果我們有在暈靈 一定要吃好不好 拜託 在一季過後到第二季 終於來吃了 這麼好吃 讓你這樣念念不忘 接下來這一家 是我從進入大胃王之後的第一季 我就跟他們說 我很想吃這個 如果我們有在暈靈 一定要吃好不好 拜託 在一季過後到第二季 終於來吃了 這麼好吃 讓你這樣念念不忘 它就是很簡單的味道 然後它就是在這個 暈靈那個老街上面 就在這邊到了 對 花粿喔 對 但我們會吃蛋飯 來 花粿吃蛋飯 不要覺得驚奇 吃就對了 好 走 好 這一家 好 這一家是我本人推薦的 我對這個蛋飯念念不忘 待會兒它上桌 你們會想說 這個 就這樣 但你們也用心品嘗 我當初見到他也是想說 這個 但一直想說 就是簡單的好味道 你們不用想要太浮誇 然後這一家 就是在老街上面的一家老店 OK 你們猜猜看它幾年了 我覺得 我覺得看起來滿年輕的 對啊 可是它這個又感覺是整理過 感覺 對啊 哪裡在那裡 感覺 其實我覺得感覺個五六十而已 我也是 我也差下班五六十 所以你覺得九 可能也是八十幾年了 好喔 來 看看你到底 所以你們一人要吃九碗 連裝 對 泡補你的下巴還好嗎 有啊 你有臉丟下來了耶 可以啦 還OK啊 你們兩個都還笑成這樣子 好不好 可以啦 來 我們準備上菜 一人九碗祭司開始 真的就這樣子 真的就這樣子 前面我看你那個板子上面寫 老煎碗粿 來碗粿 然後吃蛋飯 我已經覺得很荒謬了 對 然後他這個晚上來就這樣 對 我拜託你試試看 他不會再淋個什麼醬油 什麼之類的 不要 真的很香耶 對 他那個蛋醬油的香氣 然後跟飯 老闆我可以 越嚼越香 我想要夾一點這個 我而且就這樣子 蛋跟飯沒有別的了 對 好 你剛才可以這樣 他有這樣子 就要自己推薦我們吃這個 就單飯 然後去後面夾好料的 夾飯加菜的 哪有這種人 先幫我放 都可以 這個滷汁是 零費零湯麵的 你們會幫我接一些嗎 等一下 吃吃吃 拜託 好 我都試試看 謝謝 我先加 我喜歡大蒜 胡椒 好 好 時間現在是兩分零五秒 然後阿妹現在目前是第一碗 這味道滿清爽的吧 對 是吧 好吃耶 可以吧 可以 老闆 來 我只要請問一下 你們這邊 韓棒鹹碗粿 對 但是蛋飯是不是也很多人吃 對 你們蛋飯上面的蛋超香 你們是用這邊的 我們有特調 特調 有特調 有調過 有的人會說 蛋飯就 就那樣而已 對啊 是炒出來的味道就是真的不一樣 你們開 開 阿嬤 老闆 老闆 老闆是第二代還是 他是第二代 第二代 他女帝三代 真的很好吃耶 對 看你 這下 剛剛那個 我們在煮你 對 生血吃 我們很可能 我們很可能 我們全部都不可以吃 來這裡比較頂負 對 來這裡可以吃 我們吃的中口味 不要 好的 泡芙第三碗 吉祥吃完約是4分11秒 然後阿妹呢 現在是第二碗 也快解決掉了 我覺得今天這樣子 白天一整天吃起來 我晚上就也不用吃了 其實我們是早上 對 今天在那裡才快一點 你看炒蛋有特別調味過 其實鹹味滿足夠的 除了把它攪拌均勻之後 再配上這個飯 外面 真的 泡芙 第四碗 已經要吃完了 現在時間是6分12秒 加油 進入第五碗 其實它這樣子弄完 有點像 台式的丼飯 有 對 再加一點雞肉絲 就是拚子丼了 很棒的耶 對 現在時間是7分23秒 OK 第四碗 好扯喔 超強的 這是很紮實的一碗飯耶 而且旁邊不知情的人 都覺得這是他們的第一家 根本就不是 前面已經吃了一坨拉圖了 我覺得有時候沒睡飽 你會不會很想吃東西 會 會 沒睡飽 然後跟你在熬夜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想要找東西吃 對 對 然後莫名其妙 你隔天起來的時候 在看前一天的東西的時候 天啊 我昨天怎麼會 真的 把自己吃成這樣 怎麼會這樣子吃東西 真的 阿美第四碗吃完了 現在時間是10分09秒 我覺得它這個蛋 吃下去的那個口感很特別 就是因為它是炒過的 所以它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它的表面是 被炒過 煎過的那種感覺 對 第一吃一碗 你今天看到他們這樣 現場看到他們這樣吃 你又覺得很驚奇 因為你應該也是 第一次看到現場的 對 之前其實都是 看電視上 網路上的 看得到 我覺得這樣子吃真的是很 很驚人耶 很狂耶 我覺得沒有現場看過 都會覺得應該有剪接 或者是 或者是 對 作假之類的 然後我如果今天在外面餐廳 看到有一個人 有一個女生 自己默默的坐一桌 然後吃這麼多東西 我會懷疑她去失戀 或者我懷疑她變壞人瑕疵 所以逼得讓她 逼得有東西吃完 對 我覺得還是心情不好 真的 大二王比賽有常常是 吃飯類的東西嗎 還是你們都是吃 比如說比較豐富 剝類比較不好 剝類的 我上個禮拜 剛剛是早上玩蚵仔煎 5.5公斤 它就是蚊肉 5.5公斤大概是幾個蚊肉煎 不是啊 它就是巨大化 然後加了蚊肉麵 它不是就單純蚵仔跟蛋這樣子 它是蚊肉菜麵 公分之類的 5.5公斤 我先菜麵 好強喔 沒有 這是因為小蕙還沒去 對 好誇張喔 小蕙是 現在應該是全台灣最厲害的大王 是男生女生混合喔 他很強 強到你會有一種想說 東西去哪裡了 怎麼可能 奇怪你的肚子怎麼裝不下這麼多東西 超強 所以你們遇到小蕙 會覺得壓力很大嗎 不會啊 我沒有把自己給他放在同學 水裡 真的 你很棒 沒有打算要跟他比 就照自己的節奏 現在泡芙在吃最後一碗了 它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 現在時間是19分09秒 你今天每一下都沒有超過半個小時 看到最後有點覺得不可思議 但他們都還是優優雅雅 然後笑笑的吃 想說怎麼可以 如果是平常人應該覺得 這時候飽到這邊要吐不完 對啊 超飽 阿妹是第七碗 然後現在泡芙最後一口了 阿妹... 吃得乾乾淨淨 時間是20分05秒 玩19碗蛋飯 好強喔 阿妹接著在吃完第七碗蛋飯後 決定在這裡舉白旗放街 最後的80年老店 終於擊敗了大胃王 挑戰失敗的阿妹 將遭受什麼樣的懲罰呢 那因為阿妹挑戰失敗 所以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懲罰 就是老臉特效 好 我們會把它張貼在各大捷運站 然後還有公車廣告上面 對不對 你幫我們拍一個老臉特效 這個真的很真實 真的耶 妳這個很老耶 好真實喔 她連手都有耶 妳真的 妳是老阿嬤耶 妳臉都老耶 好 來 一 二 三 這個好老喔 真的好老喔 店越老吃越多挑戰最後一站 80年老店的招牌蛋飯 大胃王一共吃下了16份 累計完食重量突破20.5公斤 好的 所以這個稍微小小沉吧 當然我們這個沒吃完 我們還是要打包回家好不好 好 那我趕快來問一下 大家的滿足值 我是頂標啦 我 鳳哲 我這晚下去其實滿有飽足感 我有到8了 我到8了 對 好的 阿咩 我就死了 好的 要再打包吃就好了 好強喔 我們都還要幫你打包一些回去 在路上可以吃好不好 對 好 那今天謝謝孟哲來到這邊 謝謝 讓我大開眼界 真的 太誇張了 謝謝你來這麼早的公告 OK 我覺得吃到那麼多好吃的 而且很多點其實是我之前去過 但我不知道有這些店存在 真的嗎 對 對 所以這算是滿直尾票價的 可以看秀的吃到好吃的東西 對 好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 趙燕王吃什麼 也可以跟我們說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